西北市長侯友宜在民意代表及里長和市府人員的陪同下 是視察了環狀監獄縣中和站 環狀縣是由大平林站到新北產業園區站 全長有15.4公里 共有14個車站將在今年年底通車 而14個車站中有10個站是規劃了土地開發 中和站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站的土地開發以及公開徵求投資人 目前有兩組廠商投標 預計在今年完成了資格審查 以及規格評選 約可挹注7億的開發資金投資效益 到新北市軌道建設基金 而10個站一起開發可以挹注有80億的資金 所以我們已經引進了兩家廠商 整備費入大概有7億元的自償性的經費 我希望我們的軌道建設基金 我們在開發過程當中 我們的自償性 因為我們有這個土開案 希望能夠一起達到我們有實戰 土地開發能夠取得80億的資金能夠貴入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次在中和的土地開發案的案子 希望能夠順利的結標 而中和站未來規劃地上14層地下4層 其中地下3層至地上5層是捷運站 未來其他的樓上層面將提供商務辦公室以及商場 而地下1層至4層是停車場 而中和站剛好位居環狀縣及萬大縣的交界處 也將施作聯繫通道可以相互的通連 另外位於中和站旁的南山威力廣場 在業者的爭取下也將施作通道連接賣場與捷運站 而業者是藉由市長視察的過程爭取容積率 市長也表示未來希望能夠一起努力為經濟打拼 也希望聯合開發後不只是提升地方建設 也能帶動地方的發展 讓中和站成為當地代表性的地標及經濟重鎮 中家新聞趙世淵盧秀娟 新北市中和區長報道